6月6日官宣梅西 沙特媒体最新报道 梅西将在巴黎的沙特代表团见证下 与利亚德新月签署合同 并在未来48小时内 抵达沙特首都利亚德 为6月6日的正式加盟活动做准备 来自西班牙媒体 每日体育报的独家报道称 虽然巴萨也在追求梅西 但截止目前 仍没有向他提供一份正式的报价 反观沙特豪门利亚德新月 则诚意十足 不但开出了两倍于塞罗的年薪 还允许球王可以在多家球队比较选择 沙特人非常清楚 作为自己国家的旅游宣传大事 没有什么比球王在沙特踢球 更能实现宣传效益最大化了 对对对 据悉此次与球王的世纪签约 利亚德新月得到了国家层面 一系列保障机制的大力支持 显然把梅西请到沙特 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 对比刚刚结束的法甲最后一轮 没有任何仪式的冷静告别 也许多年后 小巴黎唯一可以拿出骄傲的 就是曾经拥有过一位世界最佳的传奇巨星